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银元 最近出了一款新的游戏 《重返帝国》 还是先声明没有业配 所以这一次讲的东西是真的很实在的 那也不得不说 因为万国觉醒真的是做到太成功的关系 所以最近有很多SLG游戏都类似像万国觉醒那样 不过据我所知这个《重返帝国》 它原本是电脑游戏 然后现在变成手游 这款游戏呢是腾讯游戏公司开发的新游戏来的啦 腾讯游戏你们知道的咯 那前面开场还蛮长的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去慢慢看啦 续章结束后我们正式进入游戏教学了 一开始出现的统帅呢就是凯撒啦 嘿嘿嘿嘿嘿 Boris用他的本名啊有理无私 坦白讲啦看习惯万国觉醒的画风之后呢 在看这种很欧美的画风呢 就觉得有点奇怪 好像不是很适应 基本上开场教学都是一样的 就跟你讲哎呀前面有敌人 我们要去攻打敌人blablabla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游戏也是自由行军的 你们可以自己用手动圈拉啊 像万国觉醒那样 这个画风真的有点像暗黑地狱破坏神那样 太写实的画风了 一样的操控除了你可以直接拉你的部队过去目的地之外 也可以直接拉统帅的头像 拉去目的地 类似像快姐姐那样啊如果你的部队是在很后面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拉头像快一点 不过在这个游戏工程车是真的可以拿来丢东西的 启动投石车发起进攻 不像万国觉醒那样 我们的工程车 好像除了采集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不然就是拿去送死当死兵暴 至少这个游戏打的工程车比较合理化 是真的拿来工程用的 OK他投石进去了 哇哦爆炸 水水然后就可以闯进去了 跟敌人开始交战 你们没有同帅 我有凯撒 只不过他的技能不是自动方 是手动方的你要按了之后才可以放技能 这个版本的凯撒是有AOE的 点了之后 哇哦全部死到光 接着另外一个堡垒 哇打雷整座城市爆掉 然后蓝色的部队是我方的 红色是敌方的 大乱斗了真的是大乱斗了 他的画面真的细致很多啦 比起万国觉醒 万国觉醒 连野蛮人都看不清楚 嘿嘿嘿 我跟另外一个队伍会合之后 就说我现在有两个队伍有两个统帅了 现在要攻打他们的组成 哇哦这个什么鬼东西来的 哇他的攻击范围这么大的 这么大怎样打哦 哇哇我的冰 WTF 哦他叫我直接打boss哦 全选 拉过去 哦也是很方便操作啦 就是你点了全选之后 你就可以一次性操控全部队伍过去 哦一个大招死掉了 耶 nice 剩下一心小病 啊教学终于结束了 这个算是教学吗 里面好像应该要建一些屋子什么之类的 城市啊应该还有教学 啊我不要看故事啊 这个你们要看你们自己去玩啊 ok进入地图了 我可以选择 选择在哪个地点 哎呦 ok也是一样可以招幕 我看一下招幕是怎样的 他有三个招幕了 他的招募太有仪式感了吧 可是这个太有仪式感感觉 这个花木兰来的吧 很像真的很像花木兰 真的太有仪式感了 他的开场 卫兰 不是花木兰吗 他叫卫兰 不好意思啦我不知道卫兰是谁 出到家园的样子是这样的 也是一样现在有的开招 因为刚玩而已 然后可以选我的部队 自己编队 要放什么统帅进去 放队伍 他的兵种分为 剑士枪兵起兵攻兵 就是说他攻城才是用攻城车 其他时候就用不同的兵 属性详情是什么 看他的争议加成有多少 有看武将的英雄加成 还有皮肤啊 城市风格 也是会有加成的 然后兵种克制呢 OK 剑士克制枪兵 枪兵克制起兵 骑兵克制攻兵 也是一样的 骑兵步兵攻兵这样子啦 那我们看一下外面的地图 那有可能是我 因为我现在等级比较低的关系 现在只能采肉跟木材而已 但是这个游戏不算采集啊 就是他要去攻打那个地方 嗯有一点特别啦 那你们可以理解为 那个采集点上面呢 有野蛮人 我们要过去打了野蛮人之后才可以顺便采集 也是一样会显示你行军速度要花多久时间 不过真的细致很多啦 他的画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同车有谁先 OK 12345 哦有分五星跟四星 啊 这么名字乖乖的 项羽变成相处 布迪卡变波迪卡 是我的问题吗 还是他原本名字就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一下传奇现实 亚瑟 亚历克斯 等等 为什么萨拉丁变萨拉德 关羽他也不是用管羽 他是用五圣 嗯这一点我就不清楚啦 为什么他不是用 那个统帅的本名 哦不过他这个游戏有亨利啦 这个影武者是园艺精吗 看一下 这真的很像啦 真的很像园艺精啦 我要看一下那个萨拉德啊 是不是萨拉丁 哇哦 哇很帅哦这个 呵呵呵呵呵 哎他的台词根本就是萨拉丁的台词 我会放大家一条生路 哇还可以转哦 很帅啦这个 万国绝星我要放弃你 这个太帅哦 他可以带骑兵跟工兵哦 哦 他也是辅助统帅来的 哦哦 可以自己加技能上去 哎这样不错啦 我看一下其他的 这个亚瑟应该是亚瑟王来的 哇这个很丑啊 可以带剑士跟骑士 这个不是五折贴吗 女帝 可是他没有写名字出来 哦他带工兵哦 嘿嘿嘿 来看一下技能的部分啦 这个技能是你抽到之后 可以自己把那个技能加上去给他 哦哦 哎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啦 如果你可以搭配到你的统帅啊 配一些技能上去啊 因为我们现在玩玩国 就是统帅他的技能是已经固定了 这个是你抽到你就可以搭配上去 哦有三个颜色 金色紫色蓝色 统帅的话只有两颜色 只有传说跟史诗而已 哦 他这边有一个选项双兵中哦 首次充值吗 日门 这个不是赵云来的吗 太像了这个太像赵云了 你讲不是赵云我都不信了 他也是有每日特会跟月卡 我们先看一下每日特会有什么东西 也是三个价格 如果一次性购买的话是18元 有比较便宜一点啊 也是有今日福利每天可以领取 开福庆典是什么啊 哦 获得两个帝国秘卷 就你课金有买到那个秘卷的时候就可以拿到 首充大礼 首充就拿到关羽啊 关羽可以这么随随便便送人的吗 哦 雷充好礼 这个充到一定数量就可以获得 累积充值36元 啊其实36元没有很多啦 68元 送骑兵神迹 Oh my god 嗯其实我预想到这个游戏应该会很刻啦 他的礼包 嗯点进来界面是这么多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霸业宝册 哦这个有一点类似像我们那个流声鼓卷那样 可以解锁下面课金的部分 课金一开始就可以拿到统帅了 再来就是这个月卡 基本上现在可以看到的充值界面就是这么多 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礼包就不清楚 因为万国里面还蛮多其他礼包哦 还有研究啊 其他训练加速统帅的礼包 还有一大堆 不过有一说一啦 这个游戏它的设计啊画风那些呢 是真的很漂亮很不错啦 不过离开城市或者是回去城市界面呢 都是需要加载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地图 我不拍出之后可能会有KVK啦 因为有可能这边打完之后 就会去打个别的王国什么之类的 那今天我就暂时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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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